还没有一撇 但是我想县长是点到了两个重点 一个当然就是说 毕竟这是一个民主的年代 很多事情要程序要有正当性 所以当然就构想归构想 但它一定要有一道程序 我想作为民选的首长 县长也把它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个部分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李运大同片里面也讲过了 观寡孤独皆有所样 这其实是一个大同社会世界里面 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请教师傅 就像刚刚县长所讲的 金门即使福利银做这么好 金门人的快乐的指数是全台湾最高的 整个中华民国排名第二的 可是还是有那些边边角角的一些 观寡孤独的人 他需要你照顾他 所以师傅在对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醒 特别对主政者 不管是中央主政的还是地方主政的 怎么样来真正照顾到那些 老有所样观寡孤独都能够各得其分的照顾 对 这种事情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传统 养老是家庭付这个责任 因为中国过去的家是大家庭 它不是小家庭 没错 所以讲到这个家的概念 现在人都没法再理解 因为讲到都是小家庭 中国是过去的家庭付这个责任 中国是过去一个县 它的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县 那就是一家 你看我们的家庭里大概五代同堂 有六代同堂 他不分家的 所以一个人一生的时候 为家 这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家 生你 养你 成就你 到最后老的时候 家养你的老 所以他有天伦之路 我会